大家好,美国将军到现在也没有离开马里乌利,没有跑两 昨天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又击落了一架在亚素海上空的米巴直升机 以及一架武装直升机,还是原来的任务,营救北约高级指挥官 美国将军到昨天还没有离开马里乌利,大家可以知道马里乌利到现在也没有失守 为什么,要战到一兵一组,为什么,如果失守了,这美国人这个将军可能被俘 所以可以看现在整个北约,以整个乌克兰部队要保证这位美国将军一定要活着离开马里乌利 昨天又派出了米巴,还有武装直升机,武装护航要营救,还是没有成功 在亚素海上空被击落 另外昨天在亚素海,俄军击沉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亚素海的指挥舰顿巴斯 那这条大鱼现在有国内的媒体,包括国内一些up主 说克劳蒂埃实际上是假的,并不是美军的克劳蒂埃 克劳蒂埃还发了照片,他在土耳其呢 那这个美国的高级将领是谁呢,现在俄罗斯方面,顿尼斯各方面都没有公布 但是从现在的消息来看,从我获得一些消息渠道来看呢 这个人级别不低,级别不低 而且呢,和这个乌克兰方面有很深的关系 现在从俄罗斯方面了解的情报啊 和乌克兰方面,和乌克兰军中高层有很深的关系 那就是说在乌克兰方向有长期工作的经验 那么这个人,美国,北约将军,有长期在乌克兰工作 自己可以去搜一搜相关的资料 我不在这说,因为这是公共媒体啊 本身我也在英国啊,我不能瞎说 你自己可以说,我给你几个情报 你自己去找一找,长期和乌克兰军方有联系的 北约将军级别的人物 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个人现在就在马里乌布里 很简单,昨天还在营救啊 如果他走了,还用营救吗 所以现在马里乌布里为什么打不下来,大家懂了吧 人还在那呢,能打起来吗 坚守到最后一刻,你记住了 那现在这个北约的将军呢 已经躲进了亚素钢铁厂的地下室啊 就在亚素钢铁厂的某一个地下室里面 那现在呢,顿捷斯克人民共和国也发起了 对亚素钢铁厂的总工啊 一直在进攻亚素钢铁厂 当然大家可想而知啊 这个美军将军现在就在亚素钢铁厂 亚素营以及乌军会严密守卫 现在我了解呢,总共有4000人左右 4000人左右防卫这个亚素钢铁厂 那整个一个战况呢 现在是在亚素钢铁厂正门附近啊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已经铺设了这种反坦克地雷 那么顿捷斯克人民共和国 他的这个索马里营 大家知道是坦克营 他这种坦克很难直接攻进去 因为前面有大量这种反坦克地雷 所以只能用步兵 但是步兵的效率非常低 大家知道 很容易就被狙杀 高低搭配远近搭配各种火力 非常有效能防御整个的亚素钢铁厂 它这正门附近 可以说啊 整个的亚素钢铁厂防卫 按照北约的模式 那现在这个亚素钢铁厂 有这么严密的防卫呢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和这个 北约的高级将领 在亚素钢铁厂有直接关系啊 它的整个防御也是按照北约的 北约的整个的防御工事建造 所以呢 非常有效啊 远近高低各种火力搭配 另外反坦克地雷 你重型武器很难靠近 我觉得要解放亚素钢铁厂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那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北约的这个高级将领 为什么从空中很难撤走呢 我觉得也是俄军 也是俄罗斯方面 故意给北约设置一个障碍 是你说俄军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有北约高级将领 当然知道 你现在已经至少有六架直升机 对吧 被俄军击落了 还是要来救 一定是一条大运 我觉得俄军一定不会 让他从空中就这么走 一定要什么 过一遍手 就你从陆路走 陆路走 然后我逮捕你 我秘密逮捕你 或者是呢 利用我中间渠道 你跟我进行沟通 然后我放你走 必须要经过我的手 我得知道是谁 留下证据 不会就这么让你从空中就这么走了 所以我觉得俄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北约司令 包括这次乍尘 他在这个顿巴斯 就在这个亚苏港 亚苏港 那个 马里屋里港 这艘顿巴斯舰 实际就是怕他跑了 虽然亚苏海已经封上了 但是呢 这个北约的司令如果上船 也很难说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现在来看 我觉得俄军应该是对这个北约的司令非常有兴趣 最后的结果呢 我自己的判断应该是和土耳其 土耳其也是北约国家 应该是会和土耳其协商 北约国家和土耳其协商 通过土耳其的渠道 安全的将这些人送出来 这应该是最后的结果 如果单独和俄军来构合 我觉得俄军不会同意 应该通过土耳其的渠道 发挥土耳其的影响力 那现在看呢 整个的北约在乌克兰 他不光打造整个马里屋里的防线 他还打造了顿尼斯克和卢干斯克北部地区 在195附近 在卢干斯克北部地区整条防线 特别是斯拉巴扬斯克 带着美国以及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么俄罗斯现在一定是希望 抓住这条大鱼 给美国给西方难看 另外呢 在和西方和美国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 那未来的发展咱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